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 正在全球进行2015年的巡演 索豆城市都掀起了观赏神韵的热潮 而就在1月8日神韵在纽约的演出即将开始之前 神韵艺术团发表声明揭露了 中共政权近日对神韵官方网站发起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神韵在声明中指出 1月5号和7号神韵官方网站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 数据显示攻击源自中国大陆 攻击中大量计算机资源被劫持和调动 企图使神韵网站瘫痪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神韵已将这一攻击事件报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做进一步调查 神韵技术人员表示 这次中共网络攻击事件与日前索尼娱乐公司遭受的攻击相似 都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 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 以复兴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为使命 被广泛认为是世界顶级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表演艺术团 神韵表示 中国5000多年历史文化几乎被共产党及其历次如文革等的政治运动摧毁殆尽 神韵自创立以来一直遭受来自北京的各种形式攻击 北京视这个组织为一种威胁 迄今为止 神韵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吸引了数百万观众广受欢迎 但由于中共阻挠 神韵至今未在中国上演 新唐人记者李大宇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